柔佛伊斯兰党接受土团党出战马哥达补选 表明不会上诉或抵制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标题 第一个感觉应该是 现在表态不要上阵,接受土团 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曾经有想过要抢下这一个议席 自己来打呢? 没有错,答案的确是如此 柔佛的伊斯兰党主席他就表示 曾经有提交过六个名单给党中央 让党中央来决定到底哪一个候选人 比较有资格,比较有胜算来出战这一场补选 甚至要比土团还要厉害的那种 但是随着最近伊斯兰党总秘书达基尤丁 他自己就表态这一场补选将会由土团党来上阵 那整件事情就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 因为党中央都已经表态了 州级别的领袖其实也就只能够乖乖认命了 对不对? 然而你可以看到这一次伊斯兰党在 这个补选上面的态度呢 比之前的那些补选在争夺议席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呢 明显是放软了不少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呢?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了 首先第一点大家要知道马哥达这一个选区 它是城市选区来的 马来选民只有大概58% 华人有34%左右 而且还有7%的这一个印度同胞 所以它是一个妥妥的混合选区 再加上城市选区 混合选区再加上城市选区 这几个字本来就不是伊斯兰党的菜 对不对? 人家的这一个选区 大多数赢下来的啦 大多数都是这一个妥妥的马来选区 而且还是要在乡村啊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是第一点啊 城市以及选民结构的这个不一样呢 让伊斯兰党自己也知道啊 这一口汤不好喝 然后第二点就是 伊斯兰党自己也很清楚 他们在柔佛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 因为柔佛毕竟还是巫统的发源地 南船都还有三寸钉啦 对不对? 你更何况你现在要去挑战这个巫统的发源地的地盘 其实是有点难的啦 而且他自己的盟友也就是土团党在柔佛 虽然土团党可以被视为是巫统的这个分裂出来的政党嘛 土团难听一点就是巫统2.0啦 没有什么分别的嘛 所以就连这个巫统2.0土团党在柔佛 其实你不能够讲他完全没有实力 他还是有的 只不过的这些实力是零零散散的一些分布啦 并不是讲很集中的 因此就算老牧坐镇这个柔佛 也是没有在短时间里面可以跟巫统交板的这个可能性的 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一个契机 所以在这两个原因下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伊斯兰党在柔佛是不可能赢的 首先混合选区 34%的这个华人选票 他近乎是拿不到的 然后他只能够瓜分那58%的马来选民 然而58%的这个马来选民 如果我们假设这一场补选到最后还是一对一 就是西蒙国阵对垒国盟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如果伊斯兰党想要赢或者说任何政党 不管是土团还是伊斯兰党想要赢啦 他必须要在这58%的这个马来选民里面 近乎要很少接近90%的选票 他才能够刚刚好达到50%的选票 显胜这一个议席 从数学的角度来讲是这样嘛 因为华人基本上来讲 不太可能去投给这一个伊斯兰党或者是土团党的 当然可能有少部分啦 可能5%6%左右 OK那个我不管 就是只能够讲伊斯兰党或者是土团党 他们在这一个选区 他必须要至少拿到90%的马来选票 或者至少80%的这一个马来选票 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印度选民的选票 还有少数民族的选票 他才有机会低空飞过 然而刚刚我讲了 城市选区 马来选民的心态跟这一个乡区是不一样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这一个巫统 其实现在手握这一个州政权 他们是有这一个政府优势的 所以近乎是不可能 让土团或者是伊斯兰党 很少80%到90%的马来选票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讲 这一场补选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当然之前只是讲 因为西蒙国政加起来 77%的选票嘛 所以今天就除了那77%的 这一个选票的逻辑 再进一步推下去 跟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为什么伊斯兰党会让步 而为什么土团党 就算他上称这一个一席 也是一块硬骨头 是啃不下去的 逻辑就是你土团党就算再厉害都好 你都不可能很少80%的这一个马来选票 上述是肯定的事情 因为党中央都发话了嘛 你作为州级别的领袖 是不太可能去忤逆党义的 更何况伊斯兰党 是近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除了之前 在这个 马萨布的带领下 分裂出来的这个成型党 那个时间点是 比较微妙的时间点 大多数的情况下 伊斯兰党都是上下一期的了 OK 那他们讲不会上诉 然后也不会抵制这一场补选 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他们到底会不会抵制这一场补选 那如果大家认为会的话 可以留言111 如果认为不会 可以留言222 我个人是认为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 伊斯兰党在这一边 其实他就算要抵制 他的影响力也不大 没有必要去做这一个东西 去加剧跟土团的这一个矛盾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是从能及礼补选 其实让伊斯兰党是吃了一个很大的亏的 虽然表面上是土团党上阵的一个议席 但是大家都知道土团党是入罪的吗 在这一个议席的那个争夺战上面 然后党旗也是用伊斯兰党的旗帜来上阵 候选人那个李治瓦迪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 李治瓦迪 又是这个伊斯兰党曾经在化妄生的 这个青年团团长 然后他又堪称自己是完美的这个候选人 OK 那在这样子的大背景下 他们输掉了那一场补选 其实我相信伊斯兰党内部或多或少了 的那个所谓的气势都是有被打压到的 所以在这一场补选里面 他们是没有太大的动机要去抵制这一场补选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本来都不抱有任何的这一个希望了 所以他们只需要做的东西就是增加这一个土团党的票数 至少从比例上要增加 因为这一次是补选 之前的那一个柔佛周选的投票率其实是不高的 我忘记是多少了 但是是不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还在索国啊 在新加坡做工的那一些马来西亚人 没有办法回到来投票啊 所以当时候投票率是不高的 所以这一次的这一个补选 土团党在票数上跟这一个得票的比例 如果能够比上一次更加高的话 他们就可以信誓旦旦的跟你讲 你看 柔佛我们也是有希望的 国盟的这一个支持者 大家要振作起来 我们是有希望入主不成的 OK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从这个政治利益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是真的没有必要在此时此刻 让伊斯兰党的这一些支持者去扯土团党的后腿 反而如果他们能够上下一期 上下就是一起协作 让这个土团党的票稍微增加一点 对整个国盟来讲 他们会比较有这个喘气的空间 也不会那么难交代 为什么我们的这一个支持度一直在往下掉 大家要知道 政党竞选这个议席 或者说他参选 最主要靠的是什么 除了平时累计的那一些声望 除了平时累计的那一些众计 当然土团跟这个伊斯兰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众计的 所以只能够靠什么呢 最后一个就是气势 可以输一席 但是那个气势不能够输下去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就是我分析的基礼 就是那个基础 为什么伊斯兰党这一次真的是不会抵制 这一个马格达不选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这个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